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每一位在座的嘉宾 都想亲眼来见证冠军的诞生 今天我们还有现场的乐队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由Lawrence来领导的旅者大乐队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众操手 然后严厉为我们把关的评判团 首先欢迎NOTO3张养星PBM 资深著名艺人朱丽丽 创作歌手兼歌唱导师林伟强 资深著名艺人潘盈 全方位艺人乌琦 资深著名艺人周代兰 接下导师任务 一起来把关的资深歌唱导师吴坤杰 谢谢我们七位评判嘉宾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节目为了他们六位学员 准备了什么样的奖金奖品 冠军可获得现金奖2000元 价值40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8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亚军可获得现金奖1000元 价值30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7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季军可获得现金奖600元 价值1400元的高级卡拉OK音响系统 价值26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优胜奖各可获得现金奖300元 价值800元的高级麦克风系统 价值12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 谢谢Dewin Trading & KTV Studio 赞助我们产品 也谢谢Garden Home Crystal Palace 赞助水晶奖座 谢谢两位赞助商这么多年来 一直支持我们黄金年华 基于我们肯定 是的 今天第一位要登场的学员 那就是歌声雄混有力 舞台魅力超强的编号一 林凯杰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黄金年华的歌唱比赛 我加入了由方中华老师带领的千方白旗队 因为团赛的赛制关系 我们时常一起练歌 一起努力 一起欢笑 一起闹 团队精神非常的好 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团课的时候 老师特地的邀请了黄美玲师姐 带了她的冠军奖杯 来给我们加持 凯杰 你唱得很好了 放松心情 比赛的时候专注在歌曲里面 我对你有信心 整首歌听起来那个陈翠展比较差一点点 几场比赛下来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会紧张的问题 导致我的身体紧绷 影响我的歌唱表现 凯杰其实他也把很好的声音 不过他就是很紧张很紧绷 所以我这次找了一个Avaro是国际吉他手 用他唱Unplug 给他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让他解开他的绳索 非常谢谢老师的尽心安排 这一次我一定学会怎么压抑自己紧张的情绪 尽情地在台上挥洒最完美的我 也谢谢团友们一直以来的鼓励 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激情洋溢中拉开帷幕的林凯杰 给大家带来百听不厌的 忘记你我做不到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如果爱是痛苦的你走 让我们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无独或少 有幸福就有烦恼 除非你都不要 跟你的温柔比较 一切变得不重要 没有你分分秒秒 都是牵手 都是牵手 有爱就有无恩 佛多佛少 像一次白头到老 说再见太潦草 干你头也不回的走掉 心里像火烧 心里像火烧 分分秒秒 没有你 管他眼睑往高中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要是承诺 不可口 是什么 让我们拥抱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如果爱是痛苦的你走 让我们一起走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要是承诺 不可口 是什么 让我们拥抱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如果爱是痛苦的你走 让我们一起走 要是 和感情 中键 中键 來到大决赛 就是不一樣 对啊 你看 使劲花招啊 这个网的idea是谁想 老师 好 那到底要表现怎么样 我们就来听听看 我们的评判老师怎么说 好的 凯杰 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冲 然后音准有点飘 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 歌的部分还是要把握得好一点 好不好 好的 谢谢老师 你把情绪控制得更好一点 投入更细腻一点 当然你的成绩就会更理想 好 谢谢老师 你唱的那一个 清唱那一段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是因为激情的关系 所以变成忘了控制你的音准 还有一样东西 我 因为没有字 你只能够用那一个字 来把你心里面的激情 所有你要交代的东西 都有做在里面 所以我欣赏你这一点 加油 谢谢老师 感觉你一开场就把我吸引住了 听觉可能会有一些缺点 可是视觉方面 我觉得是很棒很棒很棒 今天你做得非常好 感谢你 谢谢老师 精彩 谢谢老师 开场第一个已经 大家老师都说眼前一亮 我们今天做到最好 做到蛮圆满的 谢谢你 感谢 谢谢老师 我的生活很简单 平时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很喜欢唱歌 偶尔也会参加歌唱比赛 成绩还不错 我小时候喜欢唱歌 所以时常有去看歌台 就在台上就看到了刘欣凌老师 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 我很羡慕她 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够像她一样 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 很开心 在这个黄金年华的舞台 我抽中她作为我的导师 我觉得是个缘分 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孩子们都很支持 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在这一次的比赛 他们为我出钱又出力 女儿也上网 跟我买比赛的衣服 妈妈的声音很有磁性 听她唱歌很像在听CD 唱歌能让人身心愉快 希望妈妈天天唱歌 天天开心 我有跑步的习惯 一个星期我大概有跑三天 我觉得跑步可以锻炼气息 对唱歌很有帮助 跑步 你是最好的 小鸡小鸡 万五九位神经 平稳度超强 功底深厚的吴小琪 给大家带来日本翻译歌曲 《苹果花》 苹果花音风摇影 苹果花音风摇影 苹果花音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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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ing回去 只恨你無情無意的心發人情 还得我朝朝暮暮梦回暮说音 苹果花音风摇曳 月光照在怀里 苹果花音风摇曳 月光照在怀里 想起了你 想起了你 只恨你无情无意 苹果花音风摇曳 还得我朝暮暮梦回暮说音 苹果花音风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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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苹果花》唱得最好的一位 台湾资深艺人叫杨燕 她是非常演歌的唱法 所以刚才我在期待 吴小琪 有没有那种演歌的唱法出来 怎么说 那就不要说了 好 不说 好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来听听看 评判家宾们觉得你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演唱方法 他们喜不喜欢 其实这首歌呢 是一首很苦的歌 只恨你无情无义 一心八人情 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的感情 可以再加多一点点 好不好 好的 谢谢老师 小琪 我很欣赏你的转音 尤其是你唱到 想起了你 有感动到我 谢谢老师 这首歌也是 哇 转音超多 我都不懂你要转几个 还蛮好听的 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演歌的 那个气息出来了 虽然不是说真的很浓 但是有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音准不是很容易抓的 所以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昆杰老师 发觉你开始唱的时候 这尾声啊 有点点不稳 尾声在拉的时候 气息一定要控制好 假如在尖叫的时候 多一些走动来配合 对你歌唱只有加分的 好的 谢谢老师 今天他有配合到舞蹈 就是台风 已经算有进步了 你如果要他做太多的动作 又对他是另外一个大考验 让他能开开心心地去 享受这个歌唱比赛 你做到了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从小就对艺术哲学很有兴趣 当然歌唱音乐也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 我的好朋友 Jeremy Montearo 还有几位国际 有知名度的音乐家 就在德国 制作了我一个音乐专辑 因为我爸爸一年早逝嘛 所以我五十多岁的时候 当我对我爸爸的内心的遗憾 有很深刻的理解的时候呢 就需要回去他的老家 去寻根 就把这个光碟的名字 叫做与父共舞 2015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黄金年华 始步于半决赛 今年呢 我又再回到黄金年华的舞台 是因为夏慧老师 也回到这个舞台 我想去跟他学习 我听了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动 而且又能够得到 这么高数字的学员 在我的团队里 我是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本身拥有 英国皇家特举会计师的文凭 为了保留金香银炒饭 这个中华餐饮文化资产 我在1995年 就进入了餐饮院 金香银炒饭的秘诀 就是用心地去感受 饭粒在锅里面的 受热的状态 其实就跟唱歌一样 一定要用心去感受到 歌词跟写取人的 歌词后面的意义 夏老师把我和耀元 配在一起唱歌 我们第一次唱的时候 就非常的合拍 另外一点就是 她是进行餐饮业 在这么忙碌 不够睡 就是肩吊转的情况下 她还这么热爱唱歌 所以我非常的敬佩她 我们都很支持她 因为她一定能得到关亚军 料言料言 幻境有言 夏日之餐 幻境天天 气场强大 大气十足 个人特色强烈的许耀元 给大家演绎 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 不知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照着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 为我喜欢的生活 不用分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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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痴 落落 多么高兴 在流离物中 在流离无座快乐生活 在流离无座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 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痴落落 I am what I am I am what I am 不爱这样的我 这是耀元第二次来到黄金舞台 是的 刚才这首歌非常难唱 非常不容易驾驭 大家同意吗 我觉得到这样的一个舞台 最主要是要做自己 来听听看评伴嘉宾们的点评好不好 一开始的时候 Keyboard还有我们的小提琴 非常非常柔的 所以你就要用很柔的唱法 来唱这首歌 第二片的时候 全部的乐器一起走 然后你再用一种激情的来唱 最后英文的那一段 你可以用回再柔的一面去唱 整首歌的感情处理 都会非常的完美 但是你给我的情绪 你是没有 大家说对吗 我有一点不是很同意莉莉姐的说法 因为这首歌就是在说 我就是我 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你真的就一开口就是 坦荡荡的展现你自己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叫 I did it my way I sing my way 然后你的整个表演就是一个演出 很棒 谢谢 谢谢 刚才结尾还没结束 可是观众不知道已经结束了 就跟你鼓掌 所以其实你后面还有铺陈 还有唱那个英文的部分 我觉得这整个的片排都很完美 加油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好有力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有力 所以你要有一些柔的部分来衬托 柔的声音去跟它扑扑扑 然后当你释放你的那个最强声音出来的时候 那个效果就会加倍 继续加油 谢谢 我真的非常感动你唱出你个人的风格 也唱出你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走过的坎坷的一些东西 所以对于他的努力我真的是看得到 所以一直都非常感动他的位 谢谢 谢谢你 其实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护士 所以当我一退休后 我就立刻去报名 健康的课程 我发觉那些老人家都很喜欢看《黄金年华》 就引起我的兴趣 不如我也去参加《黄金年华》 那可以上电视唱给老人家听 玉燕开始唱我们就感受到那个 对歌曲的了解 自信和功课 评审们觉得我很有自信 不害怕 其实我心里是害怕得不得了 一直在抖 妈妈是我最大的支持者 每当星期舞的时候 她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我出场 我还有一班很要好的朋友 其中一位是舞蹈老师 就在她的领导下 我们都在那边学叉叉舞 还有倫巴舞 这次比赛 我这班朋友真的给我很多鼓励和支持 特别是妈妈 Shirley 我很要好的朋友 她赞助了我好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 让我在舞台上漂亮出场 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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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气 有战旦地 有场记忆 千娇百妹 万种风情的顾月宴 给大家诠释 得不到的爱情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 没有雨灵 你不给我一颗痴心 像黑夜里头找不到难受忆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没有雨灵 你不給我一顆痴癡 像黑夜裡口照顧到那種意義 我呀你的愛情 我呀你的癡情 你不給我溫馨 還處有熱情去找尋 你讓我溫馨的愛情 像春花沒有預料 你不給我一顆痴癡 像夢裡春花留下一點懷念 你不給我一個愛情 像春花沒有預料 你不給我一顆痴癡 像夢裡黑夜能不到那種意義 我呀你的愛情 我呀你的癡情 你不給我溫馨 還處有熱情去找尋 我得不到你的愛情 像黑夜裡沒有光影 你不給我一顆痴癡 像黑夜夢裡 夢裡春花春花 夢裡春花春花 萬一 你到底給不給我愛情 我覺得音樂滿適合演唱這種 慵懶啊 sexy啊 或者很有誘惑力的歌曲 因為你給我的感覺 你就是一台發電機 很會放電 不過今天好像特別的低是不是啊 我有試過用一個Key唱 可是那個 可是表達不出來 所以你適合在Basement的 對 一眼整體的造型啊 太迷人了 我真的給你電到了 加油 謝謝老師 這首歌低音的部分呢 有一點點勉強 好像有幾個字沒有很清楚的 把那個歌詞唱出來 但是你唱歌是很有中氣的 哪怕那麼低的聲音 你還是保持得非常漂亮 謝謝老師 一眼在唱的時候 傳出來的聲音有大有小 你提脈的不夠穩定 這點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謝謝老師 我們歌者在台上 我們有時候扮演的角色 其實都是我們的個性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你的風騷 我覺得你發揮得淋漓盡致 如果你的聲音可以再放輕一點 給它焦滴滴的一點 那就更加的有那個味道了 謝謝老師 大決賽不在於分數 在於他們得到些什麼 他們學會些什麼 他們嘗試些什麼 謝謝 我很喜歡聽我爸唱歌 他選的歌是比較新一派的 適合我的年齡 五十多歲的時候 孩子都長大了 所以有空閒的時間 我就去唱歌 就認識了一般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認識健身已經有四五年了 我是在聯絡所的卡拉OK認識他的 我覺得他的歌藝很好 所以我就把他請來我們的家 從中一起練習 可以跟他透視一些唱歌的技巧 很多歌曲我都是自學的 就是要看柬埔 柬埔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歡喜 什麼是三年音 班派等等 對我們學個人來說 是非常有幫助的 2014年的時候 我參加過黃金年華 也晉級到了半決賽 這次我重回黃金年華 是因為我滿喜歡現在 有導師的這個制度 我爸以71歲的高齡打進大決賽 我感到非常驕傲 健身 健身 一路高則 一路長 你永遠是最棒 好 根底扎實 風雅十足的張健身 給大家帶來 溫情牌歌曲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相夢 怎麼不定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相夢 無緣又無緣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相夢 無緣又無緣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相夢 在火焰藏真心 在火焰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負擔 對你的深情 對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考慮愛情 對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考慮愛情 所以不敢考慮愛情 你說我相夢 你看到哭泣 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聽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負擔 對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考慮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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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要遠行 安定你傷心 不讓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張建森大哥的參賽精神 就是我們黃金年華的精神 活到老 唱到老 給他掌聲鼓勵 謝謝你 一直努力不懈 今天唱得怎麼樣 還是得聽評判怎麼說 好 建森大哥你好 你好 你剛才唱那首歌 唱完了你還在保持那個感覺 那個狀態 直到那個音樂完了為止 所以我覺得那個精神 也要誇獎你一下 謝謝你 謝謝老師 來 伊莉姐 你好像不是在比賽 反正來到今天了 豁出去了 唱完了就算了 也沒有拿到也無所謂 對不對 對 很輕鬆 滿輕鬆的 這個就是你的淡定 然後71歲 能夠唱到這個程度 非常好 掌聲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你這個年級有這樣的 一巴這樣的聲音 的確了不起 就是覺得可惜 在整首歌的鋪陳 層次上沒有見識的長大 假如層次鮮明一點會更好 謝謝老師 其實這首歌 你真的唱出那個委屈感 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所以今天這首歌 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 棒 加油 謝謝老師 一開始唱這首歌 那個假音轉音 都沒有處理得很好 但是他每天都努力的去練習 所以我要謝謝你健身 我們一起再繼續努力下去 謝謝老師 從這一次的比賽呢 我發現原來我比較適合舞曲 有一次我在家裡練舞的時候 我的女兒天心看到了 她用她的行動來支持我 黃金蓮華舞台的燈光 還有觀眾的掌聲 讓我想起年少時 我當模特兒的日子 15歲那年 我在烏捷路逛街 被廣告商發掘 17歲我拍了我第一個廣告 18歲我獲得選美冠軍 這些都是我非常美麗的回憶 這一次的比賽 我發現我在鏡頭上 有一點微胖 我下定決心 要找回我以前的身形 我開始做運動 10年前我鼓勵媽媽 家人還有我一群很要好的朋友 一起去學瑜伽 媽媽今年73歲了 也很活躍 我每一場的比賽 她都在現場支持我 媽媽是武林高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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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應 報應 南高手 冠軍飛行王鼠 好 啟視飛揚 五次出色的張寶英 要继续精彩 一起来欣赏《潇洒走一回》 痴痴呀轻声 聚散总有时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醉醉 我那青春度明天 你用真情换痴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盛世白头 几人能看透 红尘呀滚滚 痴痴呀轻声 聚散总有时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醉醉 我那青春度明天 你用真情换痴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你用真情换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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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不知人间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一回 其实我非常佩服我们的节目制作单位 你看 最后一位参赛者 就是四个舞蹈员 歌舞 一个完美的收场 谢谢 这个后面四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这么多惨吗 两个是我的女儿 一个是我的妹妹 然后一个是我女儿的同学 妹妹也在 对 好 听听看评判老师 觉得你唱得如何好不好 整首歌前面的部分唱得很好 只是我就是很担心 在高音的部分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真的是要很放松 不然的话 你的喉咙很紧的话 就是会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会破音的状况 整体来说 我喜欢就是你整个呈现的方式 真的是很有那个武侠的感觉 加油 你的音色非常的好听 唱歌是有感情的 希望你在舞台上 一定要充满自信 加油 谢谢 Thank you 整首歌就是 其实是不需要歌唱蹊跷 也不需要感情竖点的片排 只要你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收到就对了 今天你就做到 谢谢你 我们一致都同意 你跳得非常非常好看 今天你的这个表现 是最均匀的 在歌艺 在舞蹈 在台风 在魅力 都是很有水准的一个表演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保音 你在准备你的表演的时候 你没有为自己 要呈现的美感 是为了观众 为了看的人 今天就美到了 很好 谢谢 谢谢 大决赛六强 挥洒各自的光芒 火热程度 燃爆全场 烟风对决 激烈交锋 神将夺冠 好的 我们的成绩已经出炉了 我们全场沸腾 首先先让我们来邀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DOTO3张仰星替变 为我们颁奖 我们要看看大屏幕上 积分榜的状况是怎样 来 请看 好 我们看到最高分91.7分 最低分87.9分 那现在要公布的是 三位优胜奖的得主 排名第六 林凯杰 排名第五 张建森 排名第四 顾玉燕 现在 我们要公布的是 季军 编号二 吴小琪 恭喜小琪 好 接下来 正在舞台上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 冠亚军的得主 是 你们猜 谁是我们这一届的冠军 编号 几号 几号 徐耀元还是张宝英 编号三还是编号六 紧张 紧张 真紧张 王金联华 都歌姓益 冠军就是 许耀元 恭喜耀元大哥 所以亚军就是张宝英 我们有请宝英的导师 俊杰老师来为他颁奖 尖叫声 恭喜宝英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耀元导师 夏慧老师来为耀元颁奖 好的 耀元大哥来说一说冠军的感想 谢谢老师把这个六月图交得这么好 我真是要谢谢你真的用心 我很爱我的学生们 恭喜夏日之声 也恭喜许耀元 好的 那我们2022年第二系列的 《黄金年花之豆歌》敬意已经圆满结束了 在这边我们要谢谢我们四位导师 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 还有七位评判 谢谢你们 是 也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和音音的天使 那就是Reggie以及Selena 当然一定要谢谢的是 劳苦功高的旅者大乐队 明天就是跨年了 也要谢谢大家在这一年里面 对于我们风雨不改的一个支持 所以在这我们要祝愿大家 天天都很好 明年会更好 新一季的比赛就要进行初赛了 各方将必争的一位大将 心灵老师很喜欢很bass 很man的什么歌语 我也是喜欢啊 哦 写歌词在手上 你不可以放在手上 你要放在这边 我那记忆小手 穿高跟鞋是没有意义的 高过我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星期五下午三点半 八频道与mewatch同步观看 爆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